大家好 这个视频给大家介绍 正对于卖家的会计服务团的创建和流程 首先这个卖家需要登录到我们的网站 如果他还没有网站的卖家账号的话 请参考视频4月25号的视频 如果创建卖家账号来创建卖家账号 现在我们要用这个车子账号登录 输入账号电邮等级电邮和密码 点击提交 然后你会看到我们的系统是中文 但是就叫我们支持多种语言 如果你选择英文 这个其实都是英文 你可以选择日语西班牙和德语 我们现在可以切回中文 这是第三方服务 你会看到有个新建会计单 新建会计单 首先第一步要选择国家 然后选择德国 第二步 你会看到所有德国的提供会计服务的都会在这里面显示 我们显示254 然后服务检设 您需要的服务检设 然后点击下一个这样的话就是您的会计服务单就创建成功 然后创建成功了以后它会显示在这个服务单的list里面 一般最新的会在上面 然后现在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来修改这个服务单 首先点击明细 点击明细 点击明细 您这里面 基本信息你可以提供服务吸收 就是只是举个例子你可以点我对我一望 OK 你可以打开这个会计服务 会计服务 会计服务 你会看到这里面有只是刚才选的会计 当然你如果想切换的话点这个可以切换 然后第二个是服务保障货币 你会看到有这个提供商这个会计是有三个选项 一个是指示申请VIT它收500欧元 第二个是VIT加6个月的会计服务1100欧元 比如我选这个 然后您需要提供这些信息 比如说您的公司的英文名字 比如说 公司的电商店的店名买 比如说 MC PLD我再来吧 新营模式可以比如说 在线交售 Online sales 上面那些比如我是 Shoes Pants whatever 然后预计年营业比如说 它是以欧元算 它是以欧元算 因为你在德国卖是用欧元 比如说 网坏迷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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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坏迷业 你给上传公司营业织造的 PDF版本的工程件 然后上传公司法人的护照 也是PDF版本的 上传公司法人的身份证 然后上传公司法人的身份证 用户证明 仓储或者FBI证明 然后如果说你这些上面的还不够的 你可以放到一个 这个里面可以把多个文件 打包到一个里面 然后在这个里面说明 你这个包里面有哪些文件 然后一旦填好这个 以后点击提交 一旦你已经提交成功以后 那就等待会计师给您画家 就是说 就是你把这些材料都提供上去 会计师首先会收入的先期费用 一旦您提交了所有材料以后 会计师会收第一期的先期费用 比如这个会计师填了600欧元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 您就需要付款 点击先期付款 然后你会看到我们里面有 支付宝 微信支付 然后基本上我们这个 就是把这个欧元转成美金 自按实质的汇率去转换 没有买入价 没有卖出价 就是估计的实质汇率 这样的话 省了就是外比的交易费用 一旦你点击付款 一旦你点击付款 就会显示 微信扫码 你用的手机进行扫码 就可以制服成功 一旦制服成功 你可以点开这个服务单 你会看到 你就会看到 这个是以付款 什么什么时间 一旦这个会计师 做完这个Watt以后 他会收最后的费用 你提交这个服务报告 一旦提交 你就会收到信息 你会显示 这底下服务费用多少钱 然后你会看到发票 然后同样的 点击付费 同样你可以选择 微信或者是信用卡 OK 一旦你点击这个 支付宝 微信 刷码 刷码成功以后 因为系统就会回到 这个list 你会看到 你付款 有什么时间 这样的话 整个六层就结束了 我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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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能够 我能够